为了宣告今年仁爱赏梅记的到来 仁爱乡公所日前举办2019仁爱护星东北散花记记者会的活动 公所秘书陈国雄表示 散花记的活动举办至今已有七年之久 举办这个活动也是希望能够吸引游客 来到仁爱乡旅游 促进仁爱乡观光产业的发展 其实顾敏思义就是说 梅花开的时候就是要邀请我们全国的 我们各位旅客游客能够到这边来做一个赏梅的活动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在地的文化 产业一些农产品的一个品尝 甚至带回去当礼物 那我们希望将来就是 借着这个活动能够给我们全国各位乡亲有一个深度的理由 除了了解这样的活动之外能够欣赏我们仁爱乡的美 能够吃一些我们仁爱乡的东西 能够带动我们地方的产业的经济的发展 观光产业所所长罗坚武表示 今年赏花季系列活动 从1月开始一直到1月20日为止 每个礼拜都安排了许多丰富的活动内容 如树下品名 赏花群旅行等等 也欢迎全国的民众能够来仁爱香赏梅 品尝仁爱香丰富的农特产 在各个部落都有展开一些系列的活动的表演 或者是一些传统技艺 那包括像是12号的花下品名 还有我们12、13号的两天一夜的轻旅行的活动 包括我们两村三个部落在13号、19号、20号 都有各个自己组成的一个 针对这个系列活动来一些赏梅的活动 那我欢迎所有全国的朋友都能够来到我们仁爱乡心赏梅庄区 来进行我们这一次的赏梅 然后赏花 然后可以品茶的一个活动 副议长潘一拳表示 除了冬季赏梅之外 南投县还是有许多丰富的旅游资源 值得大家来慢慢游览 也欢迎全国的民众 能够趁着假日来到南投县游玩 相信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记者陈伟一仁爱香采访报道